嗨大家好 我是Mike教练 然后我想要给大家出一个紧急的一个更新的视频 是关于我对现在整个市场的看法 因为我看到群里面很多人说要买狗狗币啊 买XRP买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币 然后我想跟大家讲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是盈利的 然后现在买这些币是不是一个好时间 然后我们用一个Waykopf的一个accumulation的 一个重新积累的这个来 一个图来画一下这些币 然后我们来看一些图 然后我看图的软件 所有的用的平台和注册链接都在下面评论里 如果想要的话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现在是买比特币 还是山寨币合适 比特币跟以太坊目前好像有一点点挂钩 所以他们的走势好像有一点一样 因为有时候 我首先要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币市的话资金是怎么留的 稍等一下 OK 所以在币市的话就是法币 就是美金啊欧元啊台币港币人民币什么的 各式各样的币 散户或者是反正不管是散户机构也好 就是这个钱 首先会进入比特币 所以我们前两个月看到的比特率 比特币有大的涨幅 以太坊也有大的涨幅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法币进来 比特币我觉得是比特币 加以太坊的这一次 因为这次大家对以太坊和比特币都有更多的认知了 这个出这个图的是以前以太坊才刚出来的那一次的时候 大概出了一个图 所以那时候大家对以太坊可能没有认知 只现在大家对以太坊有共鸣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一般大家都会觉得比特币大涨完以后 换以太坊涨 只是大家都说 以太坊怎么没有涨 其实它有 只是它就是很快速的就拉上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这里是 10月20开始大涨吧 那以太坊呢 以太坊也是10月20开始大涨 跟着基本上跟着比特币同一天 10月5月 10月5号 9月28号开始涨 那比特币是 9月20号 所以比特币先涨了 然后以太坊晚它8天 所以我认为 很多人说以太坊什么时候起飞 我不确定有可能会再起飞 比特币有可能再继续起飞 因为有两种情况会发生 就是第一个 我们回到这个图 比特币 法币会先流到比特币 然后比特币以后会流到large cap 就是一些山寨币 比较大的山寨币 比如说XRP 比如说狗狗币 也在前市民了嘛 Chainlink 什么UNIS 或者这一轮市场比较火的一些比 或者是比较符合这一次牛市的故事的一些比 这次故事会有很多的散户是因为Robinhood 那个WSB跟那个GME的那个事件带动的 如果大家不懂我在这个在说什么的话 我前几天有出一个视频关于GME的可以回去看一下 然后那发生了什么 所以这些散户的一个愤怒 他们就会想要来Crypto 他们就不想要再用这些中心化的平台交易了 因为政府可以叫停Wall Street可以把他叫停 然后他们那个散户赢了 机构输了 他们就把他叫停 然后要调查 然后这些他们的很多钱可能都卡在里面 他们是直接把那个购买的选项取消掉 只能卖那个GME 然后因为机构做空 这样就把那个GME价钱压回去了 机构就不会破产 或者损失可以少很多 然后这就是发生了一个愤怒 只是主流媒体是被华尔街这些大机构收购的 所以你们主流媒体 我不知道你们全世界各地的电视看到是怎么说的 那个电视上可能也看到说 这是什么Trump的一些什么恐怖分子 supporter或者是他们是什么white supremacist 就是一些那种偏激的一些那种恐怖分子之类 只是并不是这样子 其实他们就是散户 就是一般人 就像你跟我一样 然后他们一赢了 他们联合起来赢了 那华尔街做空 他们非法的做空 他们做空的合约比 实际有的合约要多 其实不应该可以这样做的 就好比说 我可以卖我手上没有的房子 就是做空 他们卖他们手上没有的股票 那他们如果卖 就是他们拥有的股票 或者可以借过来的股票还好 只是他们借的股票 已经借到这个发股的量的200%以上了 所以才会被造成这个short squeeze 所以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故事 然后我们继续讲这个 这个 现在应该投资什么币 然后我个人认为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每个人都很愤怒 然后Elon Musk在前两天把他的profile 推特的那个profile 我们找一下 今天视频可能会比较随机 我们有写稿子 所以大家请谅解一下 所以Elon Musk 他把他的profile改成比特币了 OK 然后改成比特币以后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点赞的东西 他点赞的有 这个 他点赞了以后有 他点赞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这是去中心化金融的 我也有做一个这个视频 我在我的微信的朋友圈有发 我在discord的群也有发 如果你们要加我微信的话 也在下面description 然后加discord的话就微信赐料我 或者line facebook instagram赐料我 然后这些是decentralized finance 我那个视频有讲说 这大概每一个币是做什么用的 在这个功能 然后这怎么联合起来 会把中心化的这些什么 Robinhood 银行可以把它替代掉 钱如果通过这个Ethereum 这些全部都是 建搭在以太坊的一个生态上的 所以他们都是用以太坊 以太坊等于是他们 这个的网络 然后他们跟以太坊互动 需要手续费 需要有以太坊才能互动 然后这些全部联合起来 等于就这边 就美金 这个人民币日币 欧元 然后这边die 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美金 在加密货币领域里面是钱 这是跟美金挂钩1比1的 然后还有WBTC 这边不是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目前没办法在 以太坊生态动用 所以这是WBTC 或者是REN BTC 然后REN BTC有一个币 WBTC目前是没有一个币的 然后这Ample Fourth 这也是一个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一个 类似一个稳定币 然后再来就是中央银行 MakerDAO MakerDAO是负责 那个印这个DAI币的 他们有自己的机制算法 可以让DAI跟美金 1比1挂钩的 所以这是MakerDAO 我有投这个项目 Am Stable Reserve 然后这些就是ECB 这是美国的联邦政府 等等等等 然后你们想要了解这个的话 我这个视频不是讲这个 所以你们想要了解的话 去看我之前的视频 OK 然后所以Elon Musk 因为这个事情很生气 大家都很生气 那个San Hu Elon Musk Jack Dorsey 他们全部都 都那个等于是 出来有点反对 这些中央的这些机构 所以Elon Musk 占了一个这个 然后这些币 我认为会表现得非常好 这个Looping DYDX Uniswap 有人说Uniswap 这样封了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 你们自己可以了解 所以这些币 应该会表现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不太懂 要投什么的话 我觉得你就选这里面几个币 或者你就把你的资金 比如说你有5万块 你就分散投几个 你觉得比较好的币 你看好的币 然后有的是没有币 像这个MetaMask 它是没有币的 只是它有可能会空投币 不好说 然后这就对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来 所以比特币流完以后 会流到Large Caps 然后这些Large Cap的话 有各式各样 我们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币 只是我觉得这一轮牛市的话 应该要专注在 去中心化金融的币 因为这些人都想要 把金融给去中心化 这些散户来的 他们想要投这些 然后我认为还是会产生一个泡沫 因为任何的好的科技都会产生一个泡沫 泡沫不是坏事情 我们只要知道我们快要接近泡沫了 我们不要在泡沫顶端买到那个币就好 然后就跟着跌下来 为什么会产生泡沫 只是人群对一个科技的一个看好 就比如说大家都对这个 这个去中心化金融很不错 然后他们来了解这个理念以后 他们觉得明天或者明年 这些全部都要替代掉金融体系的 只是并不是的 可能要再过个十年五年 所以他们一旦 就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的话 就会产生一个泡沫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今年 因为今年有一些特别的政治的一个背景 然后造成有可能会今年会达到还不错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些是一些币的一些推荐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然后就投这些币的时候 Large Cap就代表说市值比较大的币 然后你们要看市值大小的话 就到CoinGecko.com CoinGecko.com 然后这边是市值Market Cap 然后这边就排名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现在涨最多的Dogecoin 它排名第15 回到第15了 OK 还有VoyagerCoin 这个排名第60 Phantom92 75 85 13 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 Lron41 Swissburg67 这些XRP4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阶段 应该是在Large Cap到Mid Cap之间 因为我们不是看到只有前30名 40名在涨幅最大 我们可以看这涨幅 所以我觉得现在进入一个Large Cap跟Mid Cap 在这个中间 在这个箭头这里 再从这里 转到这里 所以接下来一些Low Cap 应该会冲刺 你看我们这前几名都是100名以内的 全部的100名以内的 除了这个Verge 所以接下来的话 100名以外的应该要准备涨 所以如果你们自己有一些项目看好的 在100名以外的 然后特别是如果有在这里面 这里面的应该都是100名以内的 只是如果有一些是去中心化的金融相关的 在100名以外的应该是这一轮涨完 这一轮涨完以后会换到再小的币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 说现在要投什么币好 我之前跟大家说买比特币 因为Elon Musk推了一下 我只是说那一瞬间 我以后尽量不发这种东西 因为每个人看到时间都不一样 有人可能被套在顶上了 只是我发的时候 是在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发的 就比特币 比特币 就看一下 就这里 我在这里发的 然后我就叫那时候大家做 只是不是说大家就拿着 然后就准备上100万去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推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而已 然后就下来一点了 就跌回 基本上跌回原位 然后现在进行一个横盘 所以我以后尽量不发这种 什么类似这种信号 因为每个人看到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那有点不负责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这个 我刚才看这是什么东西 我等一下跟大家解释 所以现在适不适合买山寨币 是不是适合买Dogecoin 买什么币 所以我刚才说了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 比特币涨完了 换large cap到mid cap再涨 就这边也涨了蛮多了 像Dogecoin和XRP涨了蛮多了 然后 现在我不是推荐Dogecoin和XRP 这两个其实我个人不是太看好的 只是牛市的话 他们是会涨的 大家都专注的 所以如果作为投资的话 短期我觉得是OK的 只是不是说现在就涨了800%以后 说不定还可以继续投 只是我不确定 所以大家请不要问我 就每个币 可不可以投这个 可不可以投那个 现在可不可以入哪一个币 我跟大家讲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 所以现在是large cap到mid cap 所以大型币到中型币 所以接下来准备进入小型币 一旦在暴涨的疯狂的涨的 全部都是一些很小的币的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是投在large cap mid cap的时候 就要有点小心 因为这些可能在横盘 或者可能准备要跌了 然后low cap 那个涨完以后 不确定他们涨多久 只是他们涨差不多以后 大家会把盈利提回 他们会有两种选项 一直接回法币 那如果直接回法币的话 这全部的币都会跌 包括比特币可能也会跌 然后 有的人是比如说部分回比特币 部分回法币 就要看这个 这个流回的量 够不够支撑比特币的价钱 所以有时候就是比特币 启动下一轮的时候 可能会再有插一根针 会有一个瀑布 就是因为 大家就把看到这些都在跌了 他把比特币也提出来一些 把这些全部都提出来一些 到法币等 等朝底这样子 然后如果 这些盈利 全部再回到比特币的话 那么会再进行 再重新再来一次 如果绝大部分都进来比特币 然后比特币又冲上去了 那这散户和庄家 全部的人都盈利以后 他们就指一些盈 然后他们就想要赢更多 想要复利 那又回到 Large Cap 又回到Mid Cap 又回到小的币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 一个结构 然后我刚才为什么看这个图 这叫做OthersD 就你们如果想要 注册这个账号的话 你们可以用下面的连接注册 这是我的推广连 推荐连接 然后 你可以注册一个免费版的 免费版的话是可以用 好像用两个指标 还是三个指标 我忘了 然后其实也不用太多指标 也可以用的蛮理想 蛮好的 只是如果你们需要更多指标的话 就有一些付费版的 然后这是一个付费版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个Weikoff的一个 Accumulation Accumulation是 就是一个市场见到底了 探底以后 可能会进行 一两年的一个 这个 叫做一个重新积累期 我不确定中文的 专有名词叫什么 怎么可以看到 这个在重新积累 我们这边 是前一轮流失 前一轮流失 我们看到也有一个这个范围 然后最后就慢慢上来 就 就爆发了 然后这就是Out Season Out Season 因为这是Other's Dominance 就是说 除了比特币以外的 其他的币的一个市值 总体的一个市值的 一个图 走势图 所以这里 一个 从这范围突破了 冲出来了 然后后来就 再跌 再跌的时候 这时候 比特币可能跟着跌 或者比特币再暴涨 都有可能 所以这是有两种可能 为什么会暴涨 或者跟着跌呢 就是因为 不确定这些币 只赢的时候 他们是拿回法币了 还是拿回比特币 如果拿回法币了 然后 比特币没有在动 然后可能大家看到 这些跌 有的人 新的散户也把比特币 卖一卖了 所以比特币才会跌 然后跌了以后 这些法币会再冲进来 冲进来比特币以后 比特币会再进行 第二轮的涨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冲上去以后 到这边 可能在跌的过程 或者跌的尾端 比特币可能在涨 这里可能在涨 涨涨涨涨涨 然后找到这里的时候 比特币可能开始横盘了 一般 这个爆发的时候 有一个前提 就是比特币 还有 这次有可能 以太坊也是 会进行一个横盘 或者在一个范围内波动 没有在 没有在price discovery 或者爆发性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 目前确实 是在一个范围内波动 在这个范围内波动 所以这边有一个范围在这 好 然后说到生寨币 现在该不该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 所以 我们来对照一下 这个是 所以跌下来以后 有第一个automatic rally 就是 Selling Climax 卖到最低点的时候 这边装卫 大装 机构 开始接盘了 开始买了 因为散户都卖了 卖卖卖卖卖卖给他们 他们在这边吸收 吸收到这边 他们在这边形成一个底了 形成一个底以后 他们一直买 然后就会有一个反弹 叫automatic rally 所以这边 这个小rally 这还不是真正的底 然后 这边是Selling Climax 就是抛售的一个高潮 在这里 然后抛售高潮以后 然后你看这里 这里有交易量有上去 就是有大装 或者有大户在这边吸收 吸收掉了 上去 所以这是automatic rally 就是下来以后 碰到一个点就上来 automatic rally 这里 然后它下来再弹上去一次 这是一个secondary test 就是再下来测试一下 看这里是不是底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一个secondary test 在这里 测试一下 然后要弹上来 它没有弹到顶 就是弹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secondary test 弹上来 他们是弹到顶 然后这慢慢又下来 这里 下来到这 然后就下来 然后这有一个叫做spring 就会可能会配合一个黑天鹅世界 或者是跌到一个低潮 比原本的这个还要低 但如果这个市场是不好的 比如说是垃圾的市场 没有未来 没有价值的市场 已经要死掉市场 那这就会跌下去了 或者这如果是一个distribution distribution就是在顶的时候 进行一个这个同样的 只是分布就要往下跌了 这边可能就会开始 就比较不稳 然后会往下往下 然后最后跌下去 所以这个spring 启动了这次牛市 然后这次牛市 我是在这里去入场 那个山寨币 我大概在去年的四五月的时候 这个时候在研究 然后这时候入场 然后这时候我跟上了一波牛市 我从这里到这里涨了 我投资的本金增长了300% 所以这里到这里 他们这里只涨40% 所以说明我投的币还算不错 然后这边出到这个顶了 又出到这个阻力 阻力位 可能是这样子 对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阻力 然后他又回来了 只有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涨 我们在山寨币季节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关注 现在比特币价钱会怎么样 因为现在在天空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回去看一下 就山寨币季节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山寨币季节 你看这里爆拉 然后这里也是爆拉 所以这是一个山寨币季节 各式各样的山寨币都在冲 所以比特币会怎么样 会跌还是怎么样的 不一定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里山寨币季节启动的时候 是4月27号 然后顶在8月17号 所以4月27 4月20号 在这里 4月20号 到8月20号 OK 所以比特币在这边 其实山寨币季节的时候 比特币在这边横盘 像我说的 比特币横盘的时候 山寨币才会爆发 所以比特币在这边横盘 然后它也没有跌 它就是没有跌到哪里去 就是在这个范围 就形成一个范围 它不会说形成一个范围 然后这里就瀑布下来 至少这一次前一轮是没有这样见到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话 应该也不会见到吧 只是不好说 因为不好预测 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就好 然后8月20 最后一波比特币有跟着拉 这个拉幅是什么意思 你看 比特币这里 8月20 7月20到8月20的时候 山寨币季节 见到尾端了 对不对 所以7月20在这里 所以这一波 7月20到8月20 你看比特币跟它一模一样 拉了一下 这是代表什么 代表资金从这些币里面 流回到比特币里面 所以只是同时还有 可能有一些资金在投进来 可能是一些散户 所以最后投进来 把这些价钱 还可以再冲上去 最后那波的人就被套住了 在山顶上套住了 然后找入场的人 全部都回比特币 然后把比特币价钱也拉上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他们是选择回了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最后也拉了一下 然后后来才有一个回调 这个回调 然后这个回调的时候 山寨币就很惨 8月20到 8月10号到8月31号 回拉了21天 我们看8月20到10月20这里 你看山寨币在这边建了一个底 绝对建了底以后 然后又反弹了 所以他们会反弹 就上一次这边反弹的时候 我在这边解套了一些币 然后朝底的一些币 一些山寨币 只是还是蛮难操作 因为他这边会大瀑布 有一个大瀑布 然后反弹了 这边解套一两个币而已 只是我全部跟着跌回来了 所以我从震300% 然后跌回去 回到大概归零 刚好归零 没到损失 所以我可能是 大概在这种地方入 虽然时间不对 只是价钱的话 是越来越高 可能我投的比 这里面算的比还要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spring起飞了 然后这边是个LPS LPS就是一个 最后一次测试 然后要准备 离开这个范围了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发生的 不管他有可能会上来 然后再回来一次 也有可能 然后上来 就是有很多种形式发生 如果这样子再回来的话 那还蛮惨 就是这边撞到一个顶 只是如果他可以直接突破 再回来的话 这样应该不会太糟糕 这样子也是一种走势 然后但不会是 像我画的一根线 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这种抖动这样子 然后再下来 然后再上来 然后再下来 然后再走 也有可能 看这次市场拉了多长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交易量 非常大 所以我在这边 这么一点点交易量 可以增加300% 那想象一下 这个量如果继续持续的话 然后这个 这个牛 这轮牛是持续了 大概整整 四月到八月 四个月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才刚开始 我们就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市场哪一个阶段 你问要不要投XRP 要不要投狗狗币 或者其他的币的话 我们要了解市场在什么阶段 该不该投山寨币 然后你具体选什么币 是你自己的自由的选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daily pivot 所以我们在 我看周 周线的话 可以看到比较大的一个周期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山寨币季节开始的时候 是这个spring启动 启动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上面 以后 pivot上面以后 就开始了山寨币季节 然后到了 快到了R3这里 R3在这儿 有点模糊 被拒绝了 然后就跌下来 一路跌下来 然后跌破这个pivot 跌破的同时 更好进入一个新的一年 然后新的一年 出来新的pivot了 新的pivot比较高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S1 还没到S1就被支撑住 然后就大力反弹 然后我们现在在 在这个周级别的一个pivot以上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维持在以上的话 代表是我们进入一个山寨币季节 而且是才刚开始 在这边入场的人 或这边入场是早期的人 像我 如果你在这边入场的话 就比如说在去年的11月份左右 12月份左右 入场山寨币的话 你是早期的 虽然你觉得涨很多了 只是应该只是刚开始 当然也有可能 这样子下来 下来 然后再 再几次这样 这样的话会有一些震荡 会有很大的波动 只是我们目前 搓上来这边了 就是在pivot以上了 所以我们已经 开始慢慢的进入一个 山寨币的一个牛市了 之前这边还不是 你看 这pivot一下 在这里 一下又高 一下又低 然后现在又高 只是这次高的话 看有没有办法顶住 这个支撑 所以我认为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 山寨币季节 然后这个candle 这个礼拜在这边close 要看会怎么样 你看之前也有这样冲上来 然后又跌回来过 这里也是冲上来 你看这边顶住 然后又上来 然后跌破 上来 然后跌破 然后被拒绝 然后这边上来以后 你看这边有下来测试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然后顶住 就冲上去 然后破了R2 直接冲破了R2 然后回到R1这里 然后顶住 又冲破R2 然后R2支撑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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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就 就爆发一根这个 这个一个叫 Shooting Star Shooting Star Candle 就是 这个身体很小 然后上来的时候 这边抛手压力很大 把它整个压下去 所以那个 这根蜡烛的头发很长 对 然后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一个这个阶段 就是要准备进入一个山寨币季节的阶段 我觉得 就是在 启动了 然后 已经要准备进入山寨币季节了 所以你们要投资的话 要做什么的话 你们就自己去参考 我跟你们分享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周期 然后这个是大庄怎么做的 就是 是这样做的 然后 很多大庄 我觉得这次的牛市的话 以往的话 比特币会暴跌 非常多 只是我认为这次牛市可能 比较不会 有那么大的回调 也是会有了 像我们目前见证 再见证一个 百分之多少 30的回调 我记得 应该是 目前30 有可能更低 34的回调 我可以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觉得这次牛市可能会不太一样 因为这次牛市 比特币可以造 可以产生现金流了 上一次牛市跟前 再前一次牛市的话 比特币的话 你就只能拿着 你就只能炒它 只是现在比特币 可以去参加Uniswap的 参加一些去中心化交易所的一些 那个liquidity pool 然后你放在里面的话 是可以赚被动收入的 算是被动收入 有点风险 只是赚被动收入 然后就大庄的话 放进去的话 其实他们 这个被动收入完全够支撑他们生活的 如果过得没有太奢侈的话 看这个庄多大 反正如果我的话 我把我的比特币 我上一次放到这个矿池 是放了大概 我的资产的 加密货币资产的大概 三分之一左右 放进去的话 我每个月的那个被动收入 是完全足够支撑我房租 然后各式各样的开销 除了偶尔就买一个什么 那种珠宝这种 可能没办法支撑 日常的开销是支撑得了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一次的话 抛售压力比较少 然后第二个原因是 机构也入场了 现在各式各样机构 包括国家 中央政府有的也开始入场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比特币 不会有那么大抛售压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想要炒比特币的 这一次牛市的话 可以把比特币抵押带出去 所以比如说大家觉得 比特币这样差不多了 见顶了 他们不用卖掉比特币 他们可以去抵押带出去 比如说我有100个比特币 以往的话可能是要卖掉50个 然后我去操作其他的币 这样子 然后全部再 然后操作以后 再回到比特币 然后这样可以赚更多比特币 只是这次的话可以抵押带 所以我可以比如说 质押50个比特币 然后50个比特币 我可以套出来一些现金 比如说100万美金好了 我套出来100万美金的话 我可以拿100万美金去炒 这个大型币 中型币 小型币炒完以后 盈利了 我把这个钱还回来 把我的比特币套回来 然后我还有多余的钱 就是盈利 然后还掉本金跟利息 就把比特币套回来了 所以抛售压力会减少了 把比特币 这一轮牛是把比特币 抛售压力减少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很大幅度 像以前的那种超级大的回调 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这也是一个小回调 20% 这里可能冲的是 这冲的是蛮高的 从all time high 直接就double了 2万直接冲4万了 所以回调个34% 我觉得也不算多 也算还蛮正常 蛮好的 对 所以要买什么币的话 我推荐你们可以去看 我之前做过的视频 然后我有讲大概这些 我忘记了 应该是有讲 每个都大概做什么用 那个具体内容我忘了 然后每个是什么币 我大概有带过 然后我还想要声明一下 就是我之前推荐大家的 Ocean 我觉得是长期看好的一个币 只是 我个人认为 因为这次WSB的发展 我推荐Ocean的时候 是WSB之前 WSB的发展的话 可能会 就是我说的这些 去中心化金融 就是很 很专注在金融的币 会比较火 因为这些散户 就是愤怒 他们想要买什么币 想要把那个银行干掉 他们就是买这些 去中心化金融的币 他们觉得这是未来 然后我说的那个币 Ocean的话 它是一个 做去中心化数据的 所以其实也有可能 因为这次的选 美国的这个选举 很多人说很多假信息 假新闻 然后很多数据都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假的 然后很多数据都在 Google Facebook Twitter这种 他们都有很多数据 然后他们是中心化的 所以 也有可能 去中心化数据也会 火起来 只是我觉得热度 不一定会像这些这么火 只是这个我说不好 只是我买了 我就放纸在里面 然后 然后我接下来计划的话 我可能会再做一个视频 就是我去研究 我目前有的所有的币 然后我打算 每一个的计划是什么 然后我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 每一个 我每一个币 因为现在进入这个 要进入一个山寨季节了 所以 我不想要像之前 就是我 我在这边翻了三倍 然后后来也跟着跌回零 当然这次会冲上去 只是我想要再冲上去之前 我每一个币 因为我买了三四十个币 三四十个币 我每个都有一个 很标准的计划 他们要怎么样止盈 怎么样套出本金 因为本金套出来 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认为 只是我要什么时候 翻了几倍以后套出来 套出来以后 剩下的资金 要在哪一些阶段 去指一些盈利 把一些盈利也套出来 然后套出来盈利 我要做什么呢 我是要买比特币 还是去储存一些资金 来做杠杆之类的 还是去 就是去做这个交易 就是跟着这些去做 然后 我认为我可能会做的 就是把这些资金套出来 盈利套出来以后 我会去跟着这个 去市场去操作 就是跟着去换 而不是去杠杆 杠杆会爆仓 你去换 去换 去换的话 也有可能损失 只是你至少 最惨情况 你还是有一些币 你不会爆仓 你虽然币可能价值跌下去了 只是 爆不了仓 所以我推荐新手就 做现货就好了 不要 不要去杠杆 然后 因为比特币和这些山寨币本身 基本上就算是带杠杆的 所以你这些再去做杠杆的话 抖动一下就来回爆仓了 对 所以我今天我这视频结束以后 我就去考虑一下我自己要怎么做 我去规划一下 因为毕竟我也想要去做一些交易 我也想要这个牛市可以赚多一点 虽然我什么币都有 所以现在 我现在是全部的币都有 所以不管在哪一个阶段 除了法币没有以外 不管在哪个阶段 我都会涨 只是我没有法币去朝底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策略 可能放一些法币在旁边 然后这些山寨币季节过了以后 结束以后他们暴跌 或者瀑布一下的时候 我可以拿法币 再看比特币有没有涨 如果比特币还没涨的话 我买比特币 然后跟着涨了以后 涨了以后再把那些法币套出来 然后再买进这些山寨币里面 这样子 我可能规划一下 因为最近我一直出视频 这市场动得太快 一下Wallstreetbets 一下PumpXRP 一下PumpDoge 然后出一些那种假的推特账号 再充一些币 很乱 这些都是杂音而已 我强烈推荐大家 还是 你可以关注那些 他们要Pump的币 只是强烈 就是强烈推荐 就是还是投资一些 比较有长久性 你认为真的有价值的币 比如说我说这些 去中心化金融的 因为如果这个牛市 结束以后 然后这些 又进入一个小熊市以后 这些币的话 在下一轮牛市 还是 大概率还是会存在的 还是会起来的 它们不会消失 只是很多这种小的币 如果就去操作一下 跟着潮 冲一下的这种币 它们会跌得蛮惨的 就根据我经验 跟大家分享 所以不要太疯狂 控制好风险 大家小心一点 这水很深 然后欢迎大家进 加入群 然后加入群里面可以聊天 只是群里面 我发现有一些 打广告的 或者天天就说 就在说要做空做多 做空做多 然后就说的自己很厉害一样 然后他 他要你去加他好友 或者他私底下去加你 教你怎么操作 带你操作 这种一般都是 就想要赚钱的一些人 也不能说是骗子吧 他们想要拉你去他的群 什么的 所以这些我都 我都踢掉了 如果你们有遇到的话 在群里面遇到的话 请跟我讲 我把他们踢掉 然后如果你们想要进群的话 加我的 那个 我们现在群有 94个 在线 看一下几个人 684个人 90个在线 所以有 快800个人了 这个群 然后这里面很热闹 然后美国 台湾 澳门 马来西亚 就是各式各样的区域 我都有开放 大家可以自己这边交朋友 然后 我就想要这个群的氛围 比较轻松一点 不要说太专注在价钱 这里面要讨论价钱 和山寨币的话 就在价格这边讨论 然后大厅就可以讨论一些 有的没有的 比较闲聊一点的 不要 就也不要太紧张 那要加群的话 就加我的微信 或者LINE 或者Facebook Instagram 问我要这个邀请连接 然后我的 一些都叫做Mike Crypto Life 欢迎大家加我 然后喜欢我视频 记得帮我订阅 点赞 然后分享 然后今天紧急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 没有 还没还没结束 等一下 我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有个投票 说下一个视频想要出什么 应该是那个DeFi的 到时候教大家怎么投DeFi 那些币我跟大家讲了 只要大家没时间研究那么多币的话 有别种投法 我可能过一两天再跟大家讲 Community 对 这个投票也结束了 还蛮快的 我不知道放了多久 所以大部分人想要看新手如何投资DeFi 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买 去哪里买 我到时候简单的介绍一下给大家一些方案 不同的方法 还有不同这些不同的方案带了什么风险 然后对 这散户大庄 其实这个这个有点像就是说那个散户跟大庄的 只是那个视频的话我也会做 我就做给大家了解一下这整个市场 为什么会有这些账幅 然后这些账幅是怎么来的 然后账跌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围绕着其实还是这一个东西 只是这是一个先后顺序 只是我是我会解释一些心理上的 就是为什么这市场会涨跌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点赞评论 小铃铛 还有订阅 对很重要的订阅 好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关注 然后我准备去睡觉 没有睡觉 我准备去规划我的山寨币了 现在11点晚上 我们应该明天会见 明天我再做一个视频 好 晚安